欢迎回来 疯子的第一场比赛还是 尽管打了25分钟之多 但是整场比赛 基本上还是在疯子的掌握当中 疯子打了一个教科书一样的比赛 告诉我们 人组感觉就是一个队友在做演员一样 然后各种 就先要用小狗牵制一下 对吧 让机枪没有办法 就是面对两个地板也没法打 这是标准的教科书 然后呢 等到飞龙出来呢 稍微骚扰一下 对吧 好 这个时候人组两队机枪兵 准备出门了 然后马上熔狗 再往边上一绕 冲到你家里 对 冲到你家里面 逼你回救 因为你家里确实没货 然后只能回救 回救的话 乐客出来了 地图中央一埋 然后配合飞龙来挑逗你 然后乐客来埋伏你 所有的一切 都是按照虫族的剧本在走 对吧 非常非常的标准 然后虫族是非常自如的 开出了三框 开出了四框 然后自己的三本 也是 中期还都没有用三本 直接是 就是三框五级地的 这样的强行的暴兵 大量的乐客加狗 由于第一波的埋伏 乐客的埋伏成功的是 击杀了开局的 大概一对半 一对半到两堆的机枪 所以第二波三坦克 配合机枪的推进的时候 枪兵的兵量已经不足了 一般来说 那个时候其实 如果有三对机枪的话 再多的乐客加小狗包夹 也会面临全局负面的危险 但是一旦你机枪兵量不够 坦克只有三辆的话 虫族随随便便就包夹掉了 然后在出了蝎子之后 直接乐客埋到门口 接下来就打得非常的顺风顺水 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非常优秀的脱发流的节奏 好这边这个论坛上面42楼的观众叫张华娃 张华娃 那是你小时候的照片吗 他说最近蜂子出镜的机会不多啊 不知道现在状态保持怎么样 看来今天这场比赛应该对他还是小小的放心一下 但是你影响当中蜂子的种族对抗 ZBT属于比较相对比较强的吗 对是他应该算是最强的对抗 ZBT的话 算是最强的对抗 这次我们这个八人的这个中韩对抗赛当中 种族平衡也相对数量 也还是比较平衡的 我们也是考虑到了这个种族的数量 所以邀请了韩国的指揮小枪和中国的指揮小枪 那么还有蛮多中国的高手呢 没有邀请都不要紧 这个比赛我们小事牛刀 如果办得好的话 我们下一次多邀请一点中国选手 对其实因为中国只有四位选手 所以我跟简单 这个在选的时候也确实有点 就看谁更有时间 其实有的时候是 对本来其实我们是这么想的 就是第一届嘛 第一次的中韩对抗赛 我们想邀请以前的那些老鸟们 其中包括罗贤 但是罗贤邀请了他说最近因为工作太忙了 罗贤的工作太忙了 工作顺不顺利这是很重要的 忙不忙倒是无所谓 是否很顺利 还行 那不错 因为工作顺利所以他才忙嘛 如果工作一旦不顺利了完了 他也忙不起来了 你觉得是不是 对 是的 业务比较分嘛 对 好了全时候已经准备这事了 第二场比赛我们看到是狙击林 是吧 好 那么我们毅力战战吧 加油 好 第二场比赛 疯子不在吗 疯子不在吗 开小餐 开小餐 很久没直播 参加直播比赛 哎哎哎哎 行行 好我们赶紧再建一下主机 这家伙 可能上论坛看帖子去了 这里也呼吁一下 如果你正在收看我们PO直播的话 我知道很多人正在通过2.po.cn的风云直播来收看我们的这个节目 然后风云直播有一个功能是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聊天的 是吧 可能很多人都在这个风云直播频道上面打字了 那大家也可以多上我们的论坛bbs.po.cn这个论坛上面发帖子 这边我才能这个读大家的内容啊 风云直播上面的那个东西我这边看不了 然后还有一个说一个简单说明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们PO频道上面那个风云直播有的人刷新之后他会有一个什么打赏啊 还有发言那个那个字样是在屏幕中央的那么据说你多刷新几次那个字样会换地方就不会影响你观瞻了 据说是这样但你也可以登录那个风云直播的那个官方网站来收看PO的频道 那那个播放器应该是没有发言和那个字幕挡着那个屏幕的做个说明 好的选手终于准备就绪了我们进入比赛吧加油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由PO主办的星期正八一中韩对抗赛 今天是我们第一天的比赛日 蓝色的虫族是来自中国的疯子张春雷 绿色的人族是来自韩国的ORZ 你好 具体的这张截图印象当中大师你觉得对哪个种族稍微有一点厉害 他肯定对虫族要比较有用 对虫族有用 对呀 你觉得乐可往那个领线上一埋 就很难打 对吧 你只能是用坦克轰炸的 你要用机枪的话 低地打高地本来就失败 很难打 所以说我感觉对冲作还不错 就PPJ的话感觉就是更难打 神主要去冲那个乐可战 乐可战 还容易被点金当 有卡卡如很久没看到了 好想念你 虽然最近风子出境不是很多 但是 宝刀未老 功力 尤在 然后我们这次比赛呢 其实时间跨调蛮长的 因为我们是每周一有一个直播日 然后呢 每次比赛呢 是打BO5 所以今天呢 我两位选手会进行BO5的一个对抗 剩的人可以晋级到下一轮 然后小组的前两名可以晋级 哎呀 看错了 道理 一个东西摊论一个东西开二框 大家对于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意见 也可以上我们的论坛发帖来告诉我们 我们很想怀念一下以前 大家一起边看直播 边聊天的那种feeling吧 大家现在好像都忙着看比赛 没有人发点子了嘛 嗯 其实大家我知道现在用移动端的 也就是手机的人是越来越多的 你不妨可以用手机登录 就有移动台 边看直播 用电脑看直播 用手机发体 你干嘛用手机发体 打字太麻烦了大师 但是我真的感觉现在用手机上QQ的人 是越来越多的 是的 因为 平时交朋友啊 聊天啊 约炮啊 都得用手机嘛 然后很多人跟我说话 看到都是来自于手机 龙哥你用默默用的多 还是用微信的多 我都不用了 我看到你的手机上好像都装了 我这手机700块钱装不了默默这种高端软件 好吗 大师你很美行情嘛 3G的开局 还是那3 龙哥最近看了哪些电影 介绍一下 对 赶死对2 听说你看了 对 打打打打打打打 啪啪啪啪就结束了 啪啪啪啪啪 啊啊啊啊啊啊 还有啊啊啊的 少了啊啊 没有啊啊啊的话他会就是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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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嘛 还行吧 嗯 有话是去看 你连结还是看 你连结 连结微不微谋 比起 比起1来 微谋还是不微谋 他只有两三个镜头 哦 那那比1还要惨 1虽然是被别人乱揍 但至少镜头还挺多 嗯 这次没什么镜头 哎呦 这头被他转进去有点夸张了 再看再看 这小细节就体现出来了 嗯 你这个 不过这四个橡冰冒是有阴谋啊 嗯 干嘛就这个农民吧 还是去抓房子呢 就就压一下 一定要 啊就这么压就好了啊 对压一下逼迫你捕一些狗 嗯 那其实这么打的话我觉得人头有点亏 对 我们看成都也并没有补格 对啊 成都不怕的 你如果是硬来的话 我农民都可以打赢你这四个机枪 是的 这机枪又不是星期二的机枪 那四个机枪哇哇哇甩半天的话 真的是痛不欲生 嗯 浩南 可以三个机枪 嗯 甩六条狗 甩六条狗 嗯 操得有点好 四个机枪我估计它能甩十六条狗 呵呵 就是不在军场上面没有提出的狗 星期二的机枪兵太厉害 太为硬吧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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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主很尴尬 我不造气况两兵 对吧 你居然 不肯造狗 就是完全无视我 不能忍啊 all in 要不 拖点是CPall in 让我们一赌当年包哥的分彩 诶 开始补了 这打得太聪明了 这是提完速之后补的 这真的是打得太聪明了 就给你一个假象我不报狗 实际上是报狗 因为看你激况完 所以这个timing 重组 再重组这边 你也没没出来之前 激速狗完成 然后一包 哦 好的 这波SCP立功了 看到那么多提速狗 他只看到一些 他并没有看到很多 后面的有暴露他的意图吗 现在暴露了 现在他懂了 暴露了 暴露了 老明圈框走 诶 不怎么下去 但是还不是很零行情 好像 其实刚才他有点失误的 嗯 如果风择貌似也是犹豫了一下 好 现在龙面H住 龙面H住 没必要强打 风择 他觉得转一点就够了 对 回去是上上之选 马上飞龙出来之后 飞龙配合狗 因为虽然暴露这么多狗 其实虫择也就少了 补6个农兵而已 对 哦 他要等一到一 呃 一捞冰速 看是在造防控 因为他要知道飞龙马上要来了 对 哎呦 取消掉 这点提速狗 感觉让 打断了人猪的一些节奏 风框没有很好的运作 接受风框的防控 哎呀 看风子家里面 哦 直接是Luke 你懂的 这个打得很聪明 那 这属于失误 他想造雷达 哈哈哈哈 赶紧补地宝宝 要不啥巴 他刚说雷达 他工具没 哦没雷达 刚刚架双雷达 嗯 他这个 风子一看他的这个科技 偏慢马上就换战术 打他推聪明 推聪明 哦 你要敢出去 看狗有没有机会 溜进去 他就有牵制 他有 也不是要溜 等着Luke过来 然后一起 对 你反正不敢正面 根本就不敢欠 一个地宝 一个地宝 不知道够不够 那 所以说看疯子打比赛呢 才知道星际是这么玩的 智商六 很有很有很有意义 智商六 我手慢一点 无所谓对吧 但是 我们要知道星际到底是怎么玩的 对不对 这货 吓坏了 又跑回去怕飞龙 嗯 但实际上呢 飞龙是没有的 你看他的防空修的 已经很多了 两个三个 疯狂四个五个 而疯子这边 我们看一下Luke什么时候能出来呢 哇 在这么遥远的基地 地方 在家里面 1234567 7只蟑螂 7只那个Luke 7个还是 7个 看能不能一击逼破 如果7只蟑螂同事 7只Luke能够同事埋下去的话 这一波 这一波 最不济 就分住了你的引线 应该很难打 如果打得好的话 可以直接突破你的分矿防线 我觉得直接就扎进去了 才一个地宝 对啊 只有一个地宝 所以 怎么都是算 只要Luke埋得好 包夹 现在包夹的功率 已经没有当你那么吸引了 角果不会去截一下对方 现在欧雅不能往回退啊 对 要稍微边打边退 这个Luke 拖时间 再补地宝 拖时间 随便满满 哎呦 从事选择慢慢来 对 没必要把别人打死 这个角果 没必要吧 我们接下来就不知道怎么玩了 对吧 非常了解主办方的心理 哦 为我们广告商 都争取一点时间 突然发现PU的直播没有广告商 这伙还还在哪儿造防控 他还是怕浮飞龙吗 这伙太有意思了 这Luke长浮飞龙了 哇 从事还继续在不搞 这伙 难道是怕空头吗 嗯 太搞笑了 但显然他这出去爆了这么多狗 他也没有那么多经济 又出那么多Luke又生空头 是的呀 呦 你要别说 你要别说 这 又打我脸了 太优秀了 这 果然是顺发光环 人家玩智商 你还别说 这里再两个Luke 那就真的搞大了 这肯定要装两个 肯定要装两个 哇 一个双线 这智商啊 好了哇 这直接奔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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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兵 八丫子能跑啊 只恨蝶羊少剩两条子 嘿嘿嘿 打房子 我这几个Luke买的 但是这里我们关注一下 这里才是米餐人的老鼠 好 主化那边刚好拉过来 拉过来 一起炸 直接来早了 再晚一点更好 哦 爽啊 他没反应 好哦 这Luke一门 他坦克有支架吗 我看一下 没有 没有支架 因为不可能第一时间去伸支架的 啊 那墙壁上去就送了 你只能飞起来 好 两片矿都踩不了 好 这里别也 好硬上了 没办法 但是赢 这边是Luke出了最多的地方 这这这 他干嘛 还要买密集点呢 就是在 就是被勾引 被勾引 好了完了 这是真没法 我在买地图在找人猪的兵 嗯 没找到几个 哦 好 二宽姐姐又解决了 但是 二宽姐姐主家都没练 现在 现在我觉得就是说 每个人都可以参加中国的OS 只要你有智商 对吧 手慢一点 无所谓 打这个比赛要什么手 现在星期一已经进化到 不是靠手度 对 对 想一点好的战术 对吧 嗯 根据非常 奇迹非常好的争吵 打的可以很针对 把房子都擦光了 他人口都是躲不出来 你炸吧 这你两个雷达把这些Luke炸光 你个科学球到底是真的呢 正在炸 还好 在炸 所以的话雷达数量都不准 那只有一个雷达 你打吧 没雷达了呀 没雷达了 这个科学球的 你别告诉我 科学球现在是卡人口状态啊 你觉得是吧 来来来来 他先制二框解决 然后再去助口 好 同时疯子家里面 就是第三篇疯狂 运作的相当不错了 三倍升级好了 往下一个用牛来拱了 对 这个就是 其实是在给慢手流玩家 示范 如何用慢手来打赢 对吧 这种情况下就出一波牛 升一个甲 连速度都不用升 然后 几头牛在顶在前面 狂狗在后面一包 基本上把对方阻力就要爆掉了 那这一盘疯子真的是 战术上面 优势更加大的 人猪根本就没有开三块的智慧 我们看看疯子家里在干嘛 补了第一 五个基地了吧 现在可以这个基地可以照在外面 开这种疯狂之类 呦 还在搞 哇 我的天 搞没有搞啊 就是纳坦克 连坦克虽然都有点货心性的 装 走人 这就主框 不 就边上放一放 他就是 哦 他真正去中方 主框有两辆坦克 哦 好 不投 不投 放着放着 就就就 就停在这边 不动 哦 他在这 哎 其实这个 房子里装两个垃圾放在这里 那就是天空中的达摩克里斯坚 好的达摩克里斯坚 干嘛 你还想投你哦 自杀机 随便搞搞 想出去侦察一下 直接被勒克干掉 这就是随便搞的 好 疯子 放开ORC 换我来 呦 好的 ORC也不是吃素的 他开始反击了 相信这边已经撒过一把雷达了 但是他要面对重重张览 我说两支杀机 哈哈哈 话音未落 他们龙哥你也是顺法的 什么重重障碍了 就只遇到了一个障碍又跪下了 哈哈哈哈 GG 恭喜公子2比0 好 好 又在全明星这夜的时刻了 在比赛进行到中断 还没有开始交战的时候 炮哥就毅然决然地退出了比赛 大师 这次你绝对不能重明 像你们这样的说的话 那我给你们打 好 对于大师那边那哥们得好好想一想啊 接下去怎么打啊 那个第三盘是你的备赛点啊 嗯 那我觉得疯子现在是一个很成熟的选手 他打比赛打得特别的聪明 感觉这场这局比赛整个流程很顺 张罚 抱一波提速狗把你压回去 等到你觉得OK了 我勒克就埋到你 你门前了 埋完勒克之后两页同时空头 空完头发现自己三本好了 下一波就是牛 就是用的都是巧劲 就没有用一点蛮力 就看着你 你选择两边开是吧 气候造得慢 保持除息冰量 好 我马上就打得非常非常的针对 知道中心的就是用勒克科技来打 因为你科技比较偏慢 然后前期就过于不报狗 给对方一个假象 然后突然报两对狗 幸好人主的侦察意识还是不错的 没有那个SGV就直接跪下来 对吧 第一波提速狗就已经 两对狗冲进去就只有那些裸体的机枪 所以就看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选手 完全可以针对着对手的战术 制定最克制最针对的打法 就赢得很轻松 好论坛上面64楼的观众叫SYFMOON119 他说感觉两个人不是一个档次的 风自明显强一点 没有你在基本功上他们不会差太多 甚至OIJ可能要好一些 我们看第一局嘛 第一局在那么逆境当中 OIJ能挺那么长时间 所以两人的基本功的话 可能应该不相伏仲的 只不过第二局赢的还是在智商方面 风自的章法打得特别的好 也就是说在战术素养上 风自要比对方强很多 这确实是不是一个量级的 所以我说其实大家稍微有点水平的 都可以打中国的比赛 因为你只要智商高 你只要打得比较针对 你可以赢基本功比你好的选手 可以的 没什么问题 因为大家都不是那种 已经是记忆非常全面 然后没有任何迫载的那种顶尖高手 中国的选手 大家彼此之间水平不会差太多 就最多他基本功比你好一点 对吧 但是你只要脑子好使 下手素养比较高 还是有希望赢基本功比你好的选手 所以下一次我们中国的OS比赛的时候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玩家 可以参与一下 我们特别是那些老玩家 你们功利有存 你们对心智的理解 其实已经如我存心 对吧 不要觉得自己好久没打来 不要出乖露丑 怕丢脸 豪哥都出来了 豪哥都复出了你知道吗 那些老不死的都已经 从那个坟墓里面爬出来 开始参加中国的比赛了 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去参与一下 这个重在参与感受一下 因为大家参与多了 我们才觉得星际一 我们的青春离我们还没有远去 是吧 包括也希望更多的观众可以上我们的论坛 比如 4.4.3 在这个星际震霸一 这个观学区当中多发发帖子 让我们知道你们还健赞 没有死光 这样的话 我们还有继续做星际一比赛和节目的动力 我们现在暂定的是每个礼拜一 晚上八点钟会给大家星际一的节目 当然如果你们每天发个六十万帖子 直接把我们砸死 那么我们一周我们做八天的星际一直播也可以 是这样的 好的选手第三局 现在风之一来到赛典 来看今天是否能够3比0狂胜韩国小强 加油 欢迎收看由PUU主办的星际震霸一中韩对抗赛 今天是我们第一天的比赛日 黄色的人族就是来自韩国的小强ORZ 而棕色的虫族就是来自中国的疯子张春雷 现在已经是以为人负了 我相信这场比赛他的人妻 习气肯定也在身后正在看比赛 千万不要为了光顾着看比赛忘记喂奶 这什么图啊 大师我刚才忘记看了 北翠啊 论赛上面六十六的观众叫七十年代 果然是个老水友了 七零年代 七零年代 七零年代比我们还大 跟大师一样的 疯子打得小强欲先欲死 还有六十八楼的观众叫QAOO 他说二龙啊 这个是直播帖子吗 请问你把小V美美弄哪里去了 回来再做一期直播啊 疯子冒死打得还是不错的 能不能找几个韩国老不死的那种来阅一下 比如NARA之类的 他说的是小V吗 小V啊 小V人家已经做过两次连续了 NARA其实你还别说 之前我在论坛上面发过帖子 问有没有韩国小强的资源 有个号称认识NARA的人 说帮我们联系 当然现在又没声音了 不知道是不是吹牛了 如果观众朋友 您有韩国方面小强们的资源的话 欢迎跟我们保持联系 或者发邮件给我 我们就下一次中韩对抗战的时候 就邀请我们马本座啊 对 那个NARA啊 嗨呀 反正现在在那个 阿弗里卡上面直播的那些韩国 韩国前阶级选手挺多的 挺多的 是 其实我们这次四位选手当中 你可以说那个 今天欧瓦的表现不佳 但是也有几位韩国选手实力很强的 也是多关人们 比如说我们的Skan 你看以前曾经在PIO论坛上面 发帖子 号称啊 这个打变中国无敌手 结果当时好像被杰斯给干了 是吧 嗯 不过也干了很多其他的 哦呦 不行吧 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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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但是 绕了一下 聪明 哦 绕过这个SCV 嗯 nice 我觉得 哇又走远了呀 单兵看矿 你敢信吗 嗯 好了 走了 恭喜公子 获得了中韩对抗战的胜利 导播赶紧放胜利音乐吧 哎 这货 还没有感觉到吗 这货 哎呦 这货反应略慢 挡还是能挡 还是能挡 能挡吧 嗯 这货我会走 多拖点 哇 这货反应有点慢的 SV 拉出来 哎呀 被围死了一个 挡是能挡住 没什么问题 但损失很大 进去进去 走 能不能进去 这货枪 哎 哎 秀啊 秀 哎呦 被打掉了 你敢信 哎呀 这要亏大法了 那还得再整个 找个地板 对呀 本来完全不可能被打掉了 已经走了 现在已经 完全没有节奏了 疯子 放开OAZ 混我了 这个时候 换你来 你 换你来也能赢 也能赢啊 我现在就是纯暴狗啊 提法师我就纯暴狗啊 对 我就纯暴狗 因为你这一个有殡影嘛 赢得出多少 有地板我也A死 是的 你说的没错 就是这么个雷二 现在开不开二框呢 这 没钱啊 他还是要开 他还是要开 没办法 破乱是破摔啊 你正常他肯定死啊 只能赌一点是一点 你就当 当你小哥没来过 我继续造的 你看风子细节多好 碟上还放了一条 放一条隔 我就当你没来过 你挥一挥手 不带走我一点东西 风子的信号也确实没有补狗 他在补农民 所以你还别说 这个基地还真能安稳地造出来 但是你下一个地板还是要补的呀 因为风子现在看到你这么 已经强行造基地的话 他现在补狗也能把你A死了 不过补农民了 风子并没有开始补狗 那这基地还造对了 真的是当你没来过 现在什么都要偷一点 现在什么都要偷一点 下面还要往前压一下 什么都要偷一点 没用啊 这么远啊 他就堵你没造狗呀 他就堵你再不应该 现在限服机包都来得急 没什么价值 差不多差不多 给你个假象就可以了 这种技术 对于虹祖和神祖来说都很好 为什么他有高基地 有高基地的话 就是好防守 原子都是远程兵 不过OAS 特别害怕高基地 OAS还是要最好再造个底吧 让他真的补了 在经济差成马了 他还翻了一半农民去风光彩 哎呦这属于挑衅了 这属于挑衅了 风扎 这这这 百毛之中还是R过去的 嘿嘿嘿 好看就不够了吗 最好技术的快 将好位好的时候 好 把这探路的SV弄死了 这货破罐子破摔了 反正我就不着急 对这边就不着急 他说什么都要偷一点 你来弥补前妻的创伤 尽管是自己安慰自己 对方没来过 对方没来过 我还是单兵开二矿的 在转二兵 我现在反应怎么这么慢啊 刚才探路的SV死了呀 去试试去探 哦 我做好了 我赶紧往路口 SV后得个两三个 我现在造计宝 现在造计宝 我全民数量还蛮多的 对 SV 赚好位了呢 当然没什么问题 哎呦这一条狗 你一条狗派一条兵 对 他想挑逗你出来知道吧 但是欧瓦刃也没有上当 随便走 哦可以的 逼迫对方五个农民没采矿 哎 哇 闪生直接钻进去 被钻进去 算了算了 用飞龙来开始甩飞龙了 并且在遥远的地方又开了一片分矿 但是请教一下 这个开这么远点的好处是什么 就好处就是好防守呀 就一个路口呀 哦一个路口是吗 对就是这个目的 就如果三矿处不是一个路口的这种季度 ZVT就很难打 啊 因为人组爆击枪的话 你就不好办了 五兵一攻击枪 你勒克没有办法封口 你再多勒克也打不过这个 嗯 五兵一的一攻击枪啊 是的 所以说 假如说某一个时间段 重途特别强 那么 地图制作者就会通过 制作一些没有路口的三矿 来限制一下重途 现在的联赛就是很高级 当然现在已经没联赛了 就是新下的这一点要特别学习 就是在某一段时间如果某个种族特别强 对吧 这个时候呢只要稍微调一下地图 对这个种族不太有利一点 好了 啊 就可以恢复平衡了 就不用你改补丁了 对 然后过一段时间哪个种族又强了 好 地图稍微限制一下它 好 就可以 这样的话永远可以让种族保持在有均衡的一个态势 我们不依赖于暴雪的改补丁 反正不能依赖那种 对 对 因此我们需要去找一些靠谱的地图作者 然后对种族平衡有比较深刻的理解 这样的话就在修改地图上面就非常OK了 这样到时候我们自己做的联赛就比较好 比较平衡 这是经过十年职业联赛组没错 为什么这个地图这么做 原来都是 嗯 哦 哎呦 你怎么要开掉算费用 对像这个地图呢就是为了限制神主而制作 这个地图是一张神主地图 神主 职业联赛一般都是在这图上上神主的 诶 几条龙啊 有七条吗 这非能操作 你比如说像ZVP要限制重组怎么限制 让重组这个分放进去没办法 他就下了 对吧 前面三框就被对方起诉查查给插死 都有办法的 好 现在分子开始转勒克 哇 他还真舍得造防空档 哎呦 这还关了一个 三个防空档没机会 好 来来来 我这个农民正好 哈哈哈 这个农民欺骗着有人脚踩七色云彩 对啊 前来拯救他 结果人家就走掉了 我的 我的意中人 为他的五彩旋御 向云 骑着飞龙 过来 迎接我 我只看到了他的坐骑 哈哈哈 只看到了飞龙 没有看到他本尊 飞龙说就是我就是我 来了个禽兽 有什么东西啊 这么大 是冰银吗 还是这个防空档 东西是不像冰银啊 好大的一个东东 哦 因为我们这边显示器是拉开的 是房子吗 是 可能观众看的是 是4比3的还是16比9的 4比3 4比3 我们这边看上去好大一个东西 我有什么东西呢 你看 这么大一个 好了 现在勒克又是顺利的能够推到对方门口 这样的话 人族要 破这个口的话 哎 赶紧推出来 飞龙过渡了一下 然后勒克就已经 哇这把雷达没撒到对方的勒克 不知道欧尔德现在心里是否 其实在滴地埋比较好 不要埋在这种大斜坡上面 大斜坡他一般会比较警觉 是 对吧 在大斜坡前端这个地方 一埋他就尴尬了 哎呦还好 这次欧尔德真的一个很好的习惯 他每次都会踩一个农民去看一下 已经救了他好几次了 对 真的救了好几次了 但是现在无所谓 不过刚才也没有想埋伏他 对 我昨天也拿 就你还能打 你也打不上去对不对 哎呦 他打了 打了 呦 哇 我来操作 这太天真了 这没法操作 因为是有miss的 有50%的miss 就是他打掉一个勒克往后退 嗯 边打 占点便宜 然后疯子已经跳三本 直接转蝎子 三化满运作 我们看蝎子塔 直接出牛吗 没有蝎子塔 没有蝎子塔 直接出牛 可能现在前面两场比赛 让疯子打得现在也比较放松 我觉得圣权在握 现在人都很难过半场 让我让我轻轻离开 好 打里面还可以甩一下 三个龙鸣 有死飞龙吗 还没死啊 还站三个龙鸣 人都怎么出去啊 还要等科学球 科学球还在他妈肚子里 什么时候出来呢 哇 雷达撒得好勤快啊 哎呦 这瘟子的贝龙真的无所不在啊 这还没出来科学球 没科学球就不能推进 枪不用来 想要截这部贝龙 那你就在这等着吧 哎呦 房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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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呦 这有点乱阵脚了 有点乱阵脚了 这卡人口了呀 哦不管了 这 拉了进行一下强弓正面 这有点冲动了 哇呦被打毛了 被打毛了 哎你还别说进攻还真的把蜂子的飞龙逼过来呢 但是科学球呢 来了 终于有科学球了 这科学球出的好慢啊 可平推 人家牛都有了 你科学球才出来 对吧 我呀 有miss 还这样啊 架了反倒打不中 嗯 对 对 哪有红尼马月去 真的 从这牛那出来的 这波应该可能是牛了 又是直接跳牛 哦呦 守护者都有了 好 浮射一下 幸好被发现 躲掉了 但是这个 用大龙牵制一下你的分框 呦呦呦呦呦呦 然后再转一波大线 因为他已经四框满硬朵了 嗯 这科学球出的真的有点慢 不过是坏车回来 前面太亏了 对吧 前面人都太亏了 是 就是因为 OAZ 你可以感觉OAZ跟VS10级一样 对吧 那实际上 别那么是如此 他肯定是 起码VS20级的废弓 但是因为他完全不是你 前面的 Auntie 咕咕咕 Quia 这里漂亮 这都是狂狗啊 这里的小狗 上得稍微 稍微倒了一点 脖子真的慢了 但是这支枪兵 从 口 supper里面 穿出去了 不然的话已经被完全的包 Initiative 不过 坦克已经全部被报完了 另外 描述守护者要完全 呦 已经有 引飞了 哇 dire的系 枪兵操作 确实不可以 好硬啊 感觉点不动 我看攻防 一攻一防的枪兵 这边的勒克是一防 这里把所有的勒克都点光了 操作是不错 还把传送门点掉 往下走 往下走 哎呀 没人操作了 击分镜打 这不得今天是从地图的这个位置 直接走到这个位置 一路过去了 一路过去了 一路过去了就没办法了 你看看基本上上面只比方不强 不会比方不强的 对 但是战术智商方面 确实我们能通过担手放的更强一点 好 这边是防止了这四五个守护者 又开始转型机器化 到处买雷 砍 哦 三会也放下去了 打到这里我觉得不太好说了 嗯 我们自己稍微有点放松 有点给予求成所以转移 但是牛转牛有坏 有一个巨大的坏度 就一旦被这次防住的话 自己就死了 这可是耗了自己所有赤的一波 不过现在牛防很高 三防 然后人住这边枪兵之后一攻 雷翅还是零攻零防 所以现在牛的防御率是非常硬吧 的 就怕雷了 就怕雷了 看这四团队都没力打攻 这四团队已经非常非常硬了 已经非常远 枪兵根本打不动 好 靠坦克 但个蛋三皮 再也要三半天 如果能把这五头牛干掉的话 我觉得O2J还是把局势稍微稳一下了 因为这肯定是重足所有器 全部消耗光的一波 但是这五头牛还是那么的坚挺 哎 哦哦哦 这边还有三头 又挖了四头那就结束了 这边雷估计也被排光了 宫子家里面非常得心是吧 没有太多 好了这样的话今天我们 揭幕战中央对抗赛揭幕战 第一天 登过翔翔蜂子 将比较顺利的进击到 A组的胜责 那么观众们如果想关注这个比赛的话 这个可以登陆我们的 sc.p2.3或者是 论坛版区会有相关的对军表和时间表出来的 然后 再次我们再怂恿一下图案的给我们弄点奖品出来 纸巾 恭喜LUGA 330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职 预兵 进行